被认为是结构计算的奇迹,极富想象力的视觉奇观。 在建筑设计界,他被认为寓命力学之父,桥梁设计大师。 华人世界即将为您播出,美国国家科学奖得出一代结构设计大师林佛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的吊桥、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以及连接美国东西海岸的太平洋铁路。 这一进程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设计天才,其中林佛言就是一位不能不提到的设计大师。 在美国土木工程学会设立的四个杰出奖项中,他是设计类奖的第一名得主。 美国土木工程学会为了表彰林佛言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特殊工具, 特将该学会的预应力奖改名为林佛言奖。 这是美国最早以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科学奖。 2000年,在首届欧佛奖及杰出工程及工程师奖的四位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 林佛言是唯一的一位华裔。 林佛言一生中获奖无数。 从1986年,义根总统亲自为他颁发的代表美国科技界最高能力的国家科学奖, 到全球工程设计的各种奖项。 在林佛言看来,获奖已经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这图木工程师,整个美国才承认我是美国的图木铁设计第一把药鱼。 前几个月给我这个简单,我很高兴。 刚开始我说,怎么想着我啊,后来想啊, 它地球没必要有人想这样。 在中国的文化中,修路驾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林佛言被人们称为世界建筑桥梁设计大师。 他设计建造的桥梁、楼房遍布全世界。 在他把寓硬力混凝土工程推向全世界之后, 使得数不清的桥梁房屋的设计建造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第一把寓硬力混凝土工程推向全世界。 头一个鱼粒混凝土工程推向全世界。 这是我设计的。 1954年,1954年, 我从比国刚小时的鱼粒混凝土工程推向全世界。 回来飞机一下来 朋友们就接我 我们现在设计一个跑马厅 跑马厅的座位上面有个盖子 这盖子的建筑石要浮出90英尺 还只能用4寸的波克 混准土的 4寸都多出来90个英尺 没人敢做 美国人说不能做 他找到我了 我说4寸太多 你3寸 结果3寸盖好了 大概是1959年盖好 现在已经40年 但这地方非常之好 林同颜在世界建筑史上的成就在于 他把法国土木工程师尤金佛雷西内 于20年代发明的预应力混凝土原理 第一次加以科学的论证和阐述 并且广泛的应用在桥梁和房屋的实际设计中 50年代 当林同颜首次把预应力混凝土 应用到他的设计中时 遭到的是建筑学界同仁的反对 而现在 全世界的桥梁建设中 已经有一半应用了预应力混凝土设计 1912年 林同颜出生于福州 遵循复役 改读功课的他 不到20岁就大学毕业 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神道 1933年 他的硕士毕业论文 直接立举分配法 颇有创建 一鸣惊人 后来 这种方法被命名为林氏法 我到美国加州大学 1931到1933年 跟两个教授 我刚才提过的 建筑省 德热都是子弟的 有名的桥梁专家 给他们教了很多 后来回国 又经过世界各大城市 参观 考察 桥梁 回国之后 又碰见毛医生 侯家园 很多人提拔起来 我想 在中国的时候 就对桥梁工程师 是一个挑战 是一个挑战 都没有学问办不通 1933年 林童颜学成回国 参加了成羽铁路 桥梁工地的建设 担任铁路客长 工程师 1941年7月20日 林童颜在云南 与高迅全女士结婚 此后 夫妻互策互利 成为事业上亲密的伴侣 我她五年级的时候 她就大学毕业了 我十八岁大学 太太是很帮忙 就看着我吃中心 不能吃汤 不能吃那个 一切都 我所有人都跟着我走 吃这个人 她还走痛 也很痛快 这个人 人变得很 所以小时候追查的时候 是小美人